平安 来到神的面前 真的要期待 热切期待神对我们说话 真的 我真的觉得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 其实今天你到神的面前 神要告诉你 祂的心意是 要指教我们如何得地为业 其实我心里就很兴奋 其实这不是一个很 我要说的是 神给我们的话 有些时候 是慢慢地让我们越来越明白 原来神的心意是这个样子 我今天要用主谈 亚伯拉罕的策略 来跟各位分享 其实你会发现 我这一段时间 不断地在讲祭坛 不断地在讲祭司的职任 我的目的就是 要让各位开始明白 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 不是只有来教会活动 才叫做你来做一个神的子民 没有 你在每一个时刻 你都是神的子民 你都是祭司 所以呢 上一次我讲过祭司职任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 光明国度的什么 你是不是祭司 是 不管你在哪里 你都是祭司 所以你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 才叫做祭司 你也不是只有你在读经祷告 才是祭司 你每一个时刻 你的身份之一就是祭司 身份之一 当然你也是神的儿女 我们说我们是神国的大使 都可以 但是有一个职任就是 你是祭司 第二个是 祭坛与祭司不可分 对吧 祭司要做什么 献祭 如果一个祭司不在祭坛旁边 你觉得这个祭司要干嘛 就不晓得干嘛 对不对 所以你跟隔壁的祭司讲 不要丢了工作 照理讲你不应该丢了工作 因为这个祭坛跟着你 紧紧跟着你 对吧 所以照理讲你不应该没有祭坛的 你要有祭坛 所以当一个祭司在那个地方 没有设立祭坛的时候 他就没套路 你知道吗 那个祭司就没有用了 真的 所以你是很重要的祭司 不要没有工作 所以不可分 注意 祭坛跟祭司不可分 所以如果祭坛没了祭司 这个祭坛就破败了 所以要有祭司重修这个祭坛 然后继续在当中来献祭 同样的 如果你这个祭司到那个地方 你没有祭坛跟着你过去 或者你没有在那地方设立祭坛 你这个祭司去到那边 你的角色就失去了 懂意思吗 所以祭坛跟祭司是不可分的 再来 祭坛是一个属灵的门户 换句话讲 你在哪里 那个地方 你就设立了一个属灵的门户 在那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看 这是我们上次讲的 那我今天就要跟各位 从这边继续衍生下去 当你认识你自己是祭司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把祭坛 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带来一个影响力 好 所以呢 祭司与祭坛 光是让神听见 祷告是不够的 我要说 只有祷告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 你要恢复神的团结 这也是我上次讲的 并让神居住在我们中间 开始真实地做成 恢复和救赎的工作 所以我们祭坛 不是只有来到神面前 成立我要我的东西而已 只是交账 不是只有单纯这样 在祭坛的里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现象是 你有一些敬拜 你有些读经 你明白神的心意 然后你按着神的心意 献上神所喜悦的东西 所以你不是只有交代说 主啊我现在需要 需要一笔钱 我现在需要工作 我的孩子怎么样 你不是只有做这些而已 这些很重要 但是你绝对不是仅仅做这些 你要的是 你渴望看见是神居住在我们当中 渴望神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些例子 让各位来思想说 哇为什么原来祭坛 它的功能不是只有祷告而已 因为我们都以为 祷告就是一个祭坛 不单单是这样子 不单单 祭坛比祷告更多一点 更多一点 而且是有代价的现象 好所以我要说的是第一个 我先很快地讲 第一个 神的心意不只是个人蒙福 阿妹吗 虽然你一开始进到 可能很多人接触宗教信仰 或接触基督信仰 多半是因着我们生命当中 有些需要 这没错 因为神本来也要满足 神也要来恢复 神也要来供应 这都很好 可是如果你只停留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能不太了解 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 因为你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神祝福亚伯兰之后 他也跟他讲说什么 你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怎么样 得福 对不对 所以我赐福给你 不是只停留在你身上 你也要叫别人怎么样 得福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你不可以把 我们不能够把神的心意 留在个人蒙福 如果个人蒙福 那我们真的跟去庙拜拜的 差不多一样 因为他们基本上 他们拜的就是 他们希望自己得福 或自己怎么样状况 你大概很少看到 他们在庙里面 拜拜是为了要 为了要社区怎么样 为了要其他 就是大部分跟自己有关而已 但是我要说的是 神的心意不是个人 诗篇二篇八节说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田产 各位 你会发现神赐的 我们说那个是一个君王师 也是按指的 也是指向弥赛亚的君王 这一个君王 他要的是 怎么样 列国 列国 他使列国做基地 所以你会发现 在旧约圣经里面 神看一个 神看这个地区 神看这个 神看一个族类 对不对 看亚摩利人 有没有 看亚摩人 有没有 看菲利斯人 看他们的罪满了没有 对不对 他不是看一个人而已 他看那边的罪满了 他就把它除灭掉 所以很多人以为说 旧约的神好残忍 可是他不了解 神在看的是 一个族类 一个列国 一个 所以台湾也是一个族类 一个列国之一 他也在看 这个地的罪满了没有 神的心意是 打列国 所以你会发现 到最后君王都要在神的面前 不是个人而已 是君王在神的面前 列国在神的面前 都怎么样 占尽 所以神的心意是看到 列国的转化 其实你会发现 你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这个万民 其实我们翻成名 只是那个意义 我之前有讲过 那个名其实是族类的意思 各个族类 各个族类 所以不单单只是个人 你要视他是个人 也没错 但是神的心意是一个族类 一个族类 一个族类 所以神的心意 真的各位 不要只是认为 他只是在个人蒙福而已 所以 今年的那个 应该今年年初 那个北部教区长 送我们一本书 就是那个 一个黑人牧师 就是阿德拉格 那个牧师 他在奥克兰基辅那边 那个牧者 他就是写了一个叫做 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Church Shifting的意思 他就告诉我们说 神不会拼命地关注 教会的规模和事工 了解吗 神不会拼命 关注教会的规模 因为这些都是 要显明 他的主要目标 使万国按着 神国的法则来 跟随他 所以神不会拼命 关注这些东西 他的目标 是要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教会很大 可是你对整个国家 没有影响力 可能你的责任 还是失败的 在他的话语当中 所以你看 他说 唯有出去改变社会 教会才能不断地 才能完成神的托付 而不只是 只是待在会堂 或主义学的教室里 神的国 必须涌流到街头 职场 政府和娱乐场所 就是他在那个话语当中 说他很年轻 他跟我差不多而已 可是他也是从一个教会 从一个非常小的教会 忽然间成长到一个 几万人的大教会 是在欧洲最大的教会 目前是欧洲最大的教会 然后他最主要的 他的负担就是 让整个他所在的基辅的城市 甚至在他所在的这些 俄罗斯吧还是哪里 乌克兰 应该说乌克兰 那个地方完全地得到神的翻转 他已经 我们真的看见那个地方 开始不一样 所以后面这句话很重要 他告诉我们说 你若试图将神的国占为己有 你就会失去什么 神的国 所以如果你只是把神的祝福 占为己有 你觉得我得救就好了 这个福分只要临到我就好了 最终你就失去 所以保罗也这样讲 说唯恐我传福音 好像失落了这个 因为好像把那个占为己有一样 当你把他认为你只要我好就好 别人怎么样我不管 外面环境很坏我不管 可能越是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 我们就越有可能跟神的国 失之交备 所以我们不希望错过神的计划 神国的计划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明白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神在教会里面 他的心意 其实我上一次去参加 Chris Weaver的那个临界战场 他有一句话也告诉我 我也蛮 蛮 蛮 听进去里面的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今天祷告的主导文 说我们怎么样 在天上的父 然后里面有说 吃我们日用的饮食 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有没有 他里面都是我们 对不对 然后那个牧师就问我们说 你觉得我们的范围有多大 我们的范围有多大 我们的范围是只有这一群人吗 可是我们概念当中 可能以为我们的 我们的范围是这样子 对不对 可是他挑战我们说 那得看你的 我们的范围有多大 当你的范围越大的时候 可能包含这个社区 可能包含这个中正区 可能包含所在的台北市的时候 这个我们族群大不大 你觉得神的心意是 这群我们还是那个我们 应该是那个我们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在谈 我们在天上父 愿人尊严的名为圣 或者是继续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就我们脱离试探的时候 那个我们 其实包含着是 可能外面的这群人 也包含着我们里面 所以你有没有责任 有 这就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的心意 不只是个人 但是你说 在这么多的环境的当中 在这么多环境的里面 其实环境并不好 对吧 当我们 其实我们 国家这么大 社会这么大 怎么做得到呢 感觉上我们个人很微小 对不对 个人微小 你说我们这么大 怎么可能做得到 的确了 靠我们自己做不到 可是神给我们一个 很棒的方式 给我们已经给了一个 很棒的策略 给了我们看见 不是很难 看起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是很奇妙的 我们要怎么样 让神来介入 因为我们知道 这种 这么困难的事情 是要让神来介入 那我们怎么样 这样才能做到呢 各位 其实神要告诉我们 祂不是向我们 显明一件新事 祂反而是要告诉我们 就像今天读的圣经 祂在圣经 曾经发生过 是亚伯兰 亚伯拉罕 祂来得着迦南地的 那个策略 祂来得着迦南地 那个策略 神也应许 神给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应许之地 神也会帮助 你在那个地方 得着那地 但是我们现在 正是要来看 神怎么样来使用 这个策略 其实你发现 不论现在任何国家 想要再战 再次地攻打以色列 把他打下来 把他赶出去 基本上 我个人认为 不容易达到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人 曾经在那里建立祭团 而且神也应许 那个地方是要给他的 而且现在 有天使长米迦勒 在守护着那一个地方 你相信吗 有耶 你圣经里面有讲到 我们台湾的上空 也有天使 你看 那时 我给你看旦一里书 保佑你本国之名的 天使长 原文叫大军 是谁 米迦勒 所以在以色列的 那个地方 是有个天使长 在保护那个地方的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想要 铲除这个地区的 铲除神给他的 应许的 做不到 因为有天使长 在护卫他们 那同样的 在台湾会不会有 有 但是你又继续往 但一里书下面看 但一里书你往十章看 当但一里祷告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说 这个大军 这个大军就告诉他说 神告诉你 将来还有其他的魔君 要来 对不对 还有波斯魔君 还有什么魔君 希腊魔君 有没有 各位 所以是有魔君的 懂意思吗 在属灵界的里面 是有魔君 在掌管一个民族 在掌管一个族类的 那台湾上空 有没有魔君 有没有 有哦 你觉得哪一个魔君 比较有可能 Bingo 这是一个 很大的势力 财神 所以台湾人 就爱钱 爱拔掉 跟爱钱 就想要不劳而获 这是台湾人的一个麻烦 所以大乐透乐透彩 这种东西 很多 台湾人民 封这个东西 这是因为我们上面有个魔君 他用这个来笼络你 而让你眼目失去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妈祖 那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个 邪恶势力 同湖现在都想要建立一个 全台最高的妈祖 有没有 前一阵子又想要设立赌博场 有没有 求神怜悯 台湾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把它形塑成台湾文化 想用这种方式来振兴经济 有效吗 你认为成立了赌场 你认为把妈祖 变成台湾本土文化 来吸引观光产业 会有效吗 我只能说 以耶和华 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 哈的仇苦怎么样 比加真 求神联名我们能够 真的基督徒要能够开始去影响 好好的为这些事情祷告 在澎湖里面 大概有七八间的教会 求神在当中保守 兴起这些教会在当中 能够继续地为主来站立 所以你会发现 回来我们刚才讲的 在我们的上空里面 都有一些魔君 所以呢 所以当神把亚伯兰 拆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觉得会是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吗 当他七十五岁 各位 七十五岁 可能我们当中 七十五岁以上的不多了 如果神叫你七十五岁 搬离这个地方 去到一个地方 我们都会觉得 那是年轻人才会做 年轻人的时候 有梦想 有什么才会做 七十五岁的 我们通常已经觉得 老口口不想动了 对不对 可是他七十五岁 他还顺服去 可是你知道 神拆去的地方 从来不是真空的 在你所在的地方里面 属灵的领域 从来不是真空的 他拆你去那边 当上帝拆前 亚伯拉罕去到 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什么环境 各位 这边是 刚才我讲了 天使 显明了 还有其他执政掌权者 还要被 还要被 统治者 波斯帝国 甚至说到 其他魔军将来到 好 我要说的是 从来不可能 有真空状态存在 但是祭坛 给予众神只允许 来统治 和进入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当亚伯拉罕 进到那个环境去的时候 各位 你会发现 在创世纪12章到14章的时候 他提及每一个新的领地的时候 圣经都很小心地 指出当地百姓和他们的情况 圣经都指出了他们的情况 只是神说 他们那时候的罪恶还没到满 所以神还没有办法 还不去刑罚他们 但是 神真的告诉亚伯拉 你又往下看 你又继续看 他就告诉你说 像刚才你读到的 有没有 索多玛而摩拉的状况 是怎么样 最大什么 最大恶极 那你说 当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迦南地有没有别的神旨在那边 有没有 还是他们会很高兴 亚伯拉罕来了 然后他建立一个集团 大家通通跑来拜 耶和华 会这样子吗 有这样子吗 没有 你会发现 亚伯拉罕是进到一个 完全败坏不认识神的环境里面去 这像不像我们的光景 可能神帮你摆到那个公司里面去 是一个完全败坏不认识神 没有神祭司的地方 神帮你摆到那个职场里面去 会不会这样子 是哦 神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帮你摆进去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亚伯拉罕在做什么事情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神拆去之处不是真空环境 你跟隔壁的讲 我们所在的地不是真空环境 不是真空环境是好的 因为你会有一些病毒 会让你生病 但是你会怎么样 你会有抵抗 你会强壮 所以神往往把基督徒 放在一个不是真空 所以你不要认为 你完全会被保护得非常好 没有 你去那边会有细菌病毒的 你去那边会有一点点 环境兴起 要让你去经历神的作为 但是你要发现 神已经给了你一个策略 就是亚伯拉罕策略 叫做祖坛 所以你会发现 对不起 圣经说到 亚伯拉罕在那里 就为他显现了耶和华 祖了一座坛 对吧 你会后面继续读下去 你会发现 不论他到哪里去 他到伯特利那边去 他搬家之后 有没有 你就要看第八节 从那里他又迁到 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西边伯特利 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 怎么样 租了什么 一座坛 你会发现 他不是只有在那个地方 住的地方租坛而已 有没有 他搬家之后 有没有租坛 他基本上搬到哪里 他就租坛到哪里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这件事情 有多重要 各位 有耶 我先讲 无论亚伯拉罕到哪里去 他就为耶和华 祖一座坛 我们有这样做吗 可能我们真的不了解 各位 我要说的是 如果你看第十三章 亚伯拉罕 没有修筑 祭坛的地方 那地的属灵势力 就胜过他 所以当他下埃及的时候 当他下埃及的时候 他就开始怎么样 他就害怕 别人抢他的老婆 他被杀 他就害怕 可是他进迦南地的时候 感觉上 他没有这样想 他只是到那边 耶和华跟他显现 他就竹坛了 可是忽然间 他忽然间 一往南地牵引越饥荒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埃及地 有一个另外一个势力 在那个 那地方可能是一个淫乱的势力 或者是一个 所以在那个地方 有人会想要指展他的太太 会想要抢夺他的太太 那个地方有一个杀人的势力 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就会感到害怕 他那个地方 可能神也没有引领他去竹坛 但是你发现 当他没有竹坛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势力就怎么样 有没有胜过他 有 会胜过他 所以他开始 他就讲了谎话 对吧 虽然也不是百分之百 有人说他真的是妹子 但是 他还是他的太太 那才是真实的 所以你看 那个地方的势力就 胜过了 亚伯拉罕 各位 所以竹坛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当你进到 那个职场的地方去的时候 周围的人 通通不认识你的时候 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敬畏神的时候 如果你不在当中竹坛 你觉得谁的势力会胜过你啊 外面的势力会胜过你 你会感到不安 你会感到害怕 你会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 你只害怕你被炒鱿鱼而已 你只害怕你工作做不好 被人家嫌弃 你会怕 因为那个东西压制你 可是你需要建立一个门户 让神来介入那个地方 你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方式 没有叫你去那边 布道 开布道会 没有 神都没有叫你说 你马上就要去传福音 没有 神觉得 我觉得这里面 他用的很好的方式 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在当中竹坛而已耶 他就开始敬拜这个神 他就开始可能 我们现在有圣经 他就开始献祭 他就开始祷告这个神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邀请神 介入这一个物质界的领域 因为他们也向他们神 设立了祭坛 对不对 普渡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也是允许他们来介入 但同样的 基督徒你可以 其实我要说 我们啊 我们比较 基督徒比较 反而比较松懈在这方面 你知道吗 你看一般的信仰 你其实走这个中正区 走一圈我们之前行军祷告的时候 你会看见每一个家庭里面都个神龛 有没有 有没有神龛 你如果去看那个神龛 他们早上一定是怎么样 上香 有没有 有没有啦 有嘛 那就在做祭坛 他在献一个祭哦 他甚至摆了东西上去 甚至要念一些东西 有没有 基督徒早上有没有起来读经祷告 恐怕比较难哦 那他们有时候中午还要再上一次 有没有 晚上再上一次 有没有 他叫三圈在摆 可能我们 能不能照三餐祷告 我们都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 你会发现 他们真的在落实祭坛 所以不管你看是这些面殿啊 这些什么 他里面都一个祭坛在里面 这个祭坛 他容许 他呼求那个权势进入到这个里面 同样的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也在设立祭坛 这边是有神的力量会进来的 但我们要不断地加深神的同在 好 让即使这边没有祷告会 没有人敬拜的时候 神的同在很浓厚 有没有这种现象 有 你知道有些地方 像你真的去以色列 我说过 你说去以色列某些点 甚至克西玛尼园 你一进去 你就感觉到那个地方 要你祷告了 那是你没办法觉得 其实你也不觉得为什么 但是你进到克西玛尼园里面 你就感觉到要祷告 那个是一个 因为神曾经在那里祷告过 彻夜的祷告 流泪祷告 已经那里累积了神 在当中的那一种恩膏和那个地方 所以你进到那个地方 你就会感动 你就想要祷告 甚至你到哥哥他到哪些地方 你会有一个感受 基督徒 我不晓其他观光客怎么样 但是基督徒 你会感受到那个地方 有一种不一样的氛围在那当中 很多人会觉得来到教会 要祷告比较容易 在家里不晓得怎么祷告 一下子时间 时间怎么过很慢 来教会祷告 可是为什么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累积了很多的敬拜跟祷告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比较自由地来敬拜 你可以放下你一些东西 专心的敬拜神 这是因为你在当中已经设立了 你在当中已经不断地在当中加深这个祭坛 同样的你在你的职场上面也需要这样做 否则你就会让那当地的黑暗的权势胜过你 那亚伯拉罕就用这种策略 各位 亚伯拉罕就用这个策略 慢慢地 慢慢地 瓦解了 在那个地区的黑暗权势 真是真的 他用祖坛 来解构 旁边迦南人的这些黑暗权势 所以他们不能够怎么样 胜过亚伯拉罕 有没有 除了神自己的应许以外 亚伯拉罕自己祖坛的过程当中 迦南人就看见 哇 你的神在祝福 你怎么祝福到这种程度 有没有 有没有 有耶 他们习气 而且他们害怕亚伯拉罕 有没有 到后来那些王还跑来跟亚伯拉罕立约 有没有 为什么 怕他来拱他 他的神这么大了 祝福他 可是从一开始 他带多少人去 很少人 有没有 不多人 真的一开始 只有这样子的人过去 各位 甚至他那时候 你儿子都还没有 各位 所以这次过程里面 我们真的要求神 在这过程里面 让我们看见 神给亚伯拉罕的策略 真的就是祖坛祷告 所以 第三个 为至高者 修族祭坛 便是在占领这块领土 这个是很奇妙的 你为神 修族祭坛 就是在占领领土 神给亚伯拉罕的策略是 当他为至高神 修族祭坛时 便是在占领这块领土 所以不是 不单单只是 不单单只是说 你去征战 其实他已经在做一个属灵征战 只是在 属灵的领域里面 已经在 在做了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 呼求神来介入 所以当你做这样的时候 是很奇妙的 神正在为你 征战 让你得着这块领地 好 所以旧约是新约领子 新约是旧约的实体 所以 现今世代的脉络而言 祭坛究竟是什么 各位 你觉得呢 祭坛是什么 你觉得现在的祭坛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 他用有形职的 对不对 有形职的东西 各位 其实我要说的是 你不要认为这个祭坛很困难 很困难 我要说的是 这个祭坛透过很多形式 可以来达成 但我要先说明的是 祭坛真的是一个 被创造出来的 一个属灵窗口 被创造出来的 一个属灵窗口 可以是关乎地方时间 或者两者皆含有 OK 容许神借着 或者其他神子偶像 有机会介入人的事物 你有没有看过一些 回教地区的人啊 他们时间一到 他就把他的地毯 一个毯子铺出来 有没有 然后就怎么样 爬下去 各位 在那个当下 那个时间点 那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个祭坛 是 那个当下 那个点 当他坐在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不论在哪里 他们都敢这样做 他就是 在回教地区 就是这样 甚至他到别的地方 他也会这样做 他就把他毯子拿出来 就开始拜 因为他觉得 那个时间点到 早上九点 下午三点 他真的就 按照旧约的那种 他就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他们那个 早上九点都会 他们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区块 会打钟 那个打钟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们讲 说OK 现在是那边 回教地区 他们是 敬拜的时间到了 他们你会发现 回教的人 全部停下来 然后就 就 就 爬 爬拜 所以这是一个 地方 所以 这样反过来讲 你可不可以 在任何地方 建立这样的地 一个 建立这样的一个 属灵窗口 你一开始把那个时间 分别为圣 也许是早上 七点到八点 也许是早上 七点到八点半 或者是你下午三点到四点 我们不晓得 或者是傍晚 五点到六点 等下大家下班了 你可以有个安静的时间 你就开始在那边 拿出你的听听诗歌 然后开始敬拜神 然后读经 祷告 献上感恩 为神今天的祝福 感谢你 为神即将要做的工作 向神献上导演 把一些事情 交托仰望 重点是你在当中 开始亲近神 然后呼求神 你来介入在这个地区 介入这个地方 这个领域 各位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不拘什么形式 那个地方就成为 一个祭坛 所以祭坛不是一个 非常高很难的 所以你一定要 怎么样做才行的 没有 因为我们已经在 新约里面 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你就是活祭 你就是祭司 所以其实你就是一个 活生生的祭坛 你也是活生生的祭司 神已经把最方便的方式 给了我们 我们甚至比这些偶像 他们还得到神看那边去 还得 我们走到哪 我们就是一个 可以设立祭坛的人 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 我们应该这么做 结果我们反而受到了压制 而且我们不能够去 占领那个地方 各位 所以祭坛可以透过 很多的形式来呈现 而它是一个与神 交通而建立的结构 或者是一个空间 或者是 所以你需要把你的时间 分别出来 而且你不是为了 不是一个仪式 不是为了 今天需要读多少经 所以你必须在 没有 你在当中是一个享受的心 而且你渴望神 透过这些话来跟你讲话 是你在当中 享受跟神的关系 好吗 不是你要去达到 今天有没有做这些事情 今天有没有做这些事情 没有 你是去享受跟神建立这个关系 让神来掌管这个地区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邀请 在当中不断地做 当你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祷告 真的你会发现 在你的周围会开始产生 一种不一样的属灵的变化 各位 亚伯拉罕借由向永生神 修筑祭坛来解构仇敌的工作 所以在那个地方 没有仇敌可以胜过它 而且他的王群 牛群不断地增加 神不断地赐福给亚伯拉罕 各位 在这里面我要讲的是 亚伯拉罕需要的行动 是在应许之地进行最大的 亚伯拉罕需要在应许之地 进行最大的行动 就是兴起众多的什么 祭坛 兴起祭坛 所以神给你的应许地 如果是在家庭 你需不需要在家庭兴起祭坛 要不要 要啊 要不然你不会在真空的环境里面 好吗 我要跟你讲 你不会在真空的环境里面 如果你不在那里兴起祭坛 就另外有一个黑暗的权势 他很乐意去帮助你管理的 对 他非常乐意去帮助你管理你的家庭 如果你不让神来管理 他就帮你管理 所以你必须去建立一个祭坛 在当中呼求 你看 约伯 有没有 他有没有献祭 有没有 他还为他的儿子怎么样 献祭有没有 他恐怕他的儿子 儿女得罪神 所以他是一个献祭的人 约伯是不是一个献祭的人 足祭坛的人 是哦 所以他甚至为他的孩子在足祭坛 恐怕他的孩子得罪神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足坛祷告的人 挪亚是不是一个足坛祷告的人 当他挪亚 方舟下来 第一件事情 他是什么 足坛 把地重新献给神 求神介入这块土地 来掌管 来祝福 神就应许他不再用洪水 有没有 足坛 你必须在那个地方 你会发现 旧约的这些人 他们的方式就是 足坛邀请神进来这个地方 来行使神的主权 你说遍地都是神的 没错 可是神却把这个责任 给了我们 这是神想要跟我们一起同工 想要一起同工 各位 我最后要谈一件事情 就是我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亚伯拉罕的策略 同样也借着形状传给了 什么 以撒 有没有 所以以撒有没有足坛 有 雅各有没有足坛 雅各在逃命的时候 还发现 这边是天上的神 他回来之后就足坛了 有没有 有啊 但是你去看另外一个 罗德有没有 你刚才读十三章的时候 怎么样 十三章的时候 有没有 他说罗德离别亚伯拉 然后 然后他就 亚伯拉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市 你渐渐挪一帐篷 可不 当他渐渐挪一帐篷的时候 移到索多玛 对不对 他渐渐挪一帐篷的时候 他有没有足坛 有没有啊 结果他渐渐挪一到索多玛 索多玛的人在 耶和华面前 最大恶极 虽然 新约告诉我们 罗德是义人 常常为罪伤痛 可是他没有足坛 最多他只有 他自己蒙福而已 对不对 到最后他的女儿 还完全不认识神 有没有 在跑路的时候 甚至他的妻子 还回头去看 有没有 你看一个男人 一个这个人 没有好好的足坛的时候 他的整个家族 是被整个索多玛文化影响的 是被拉住的 所以最后天使知道 罗德是义人 要帮助他跑 到时候 他跑完了之后 他的两个女儿 也不认识神 结果后来就跟父亲 生下亚门人跟摩亚人 很惨吧 但是同样的家庭 另外两个是 以撒雅各 有没有足坛 有 同样一起移出来的人 罗德也跟亚伯拉罕 一起出来 可是 一个不断地在足坛 一个不足坛 渐渐挪一帐篷 结果他的后代就 没了 各位 足坛不是只有 为你自己的好处 你很难想象 足坛也在为着你的后代 在为你的后裔 在预备 所以足坛真的不是只是说 你自己个人蒙福 当你在足坛的时候 你在你的家庭足坛的时候 你通过那个足坛 你把神 欢迎祂进到你的家庭 其实祂也在当中 帮助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开始 看见这样子的信仰 看见这样的过程 他可以开始体会 神的真实 神会在当中 来帮助你管理这些事情 但是一旦 你不在当中 好好的足坛的时候 神已经告诉你一个 结果就是这样子 你的蒙恩 只仅仅停在他自己身上 罗德就是这样子 策略 神给了你了 你就是这一个祭司 祭司跟祭坛不可分开 所以你现在的责任是什么 好好的在你所在的地方 祭祭坛 也许你的工作很沉重 你的家庭的状况很不好 不管怎么样 你有很大的需要 你现在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什么 祭坛 其实这一阵子 我觉得佩莲 周这个礼拜 她周间早上自己会 跑来教会开始祷告 她一个人自己在这边祷告 我跟妳讲 带来极大的果效 她不一定要在这边祷告 她也可以在家里祷告 但是她来教会祷告的时候 她是在这边设立一个祭坛 同时在她生命当中 设立一个祭坛 神就会赐福给她 而且其实神通过她 也祝福教会 真的 我们现在把教会的祷告会 移到礼拜五 如果可以的话 你觉得在家里 祷告一个小时很困难 你来教会 你要祷告一个小时 一下就没了 真的 我们祷告不了几个事项 可能以色列为以色列祷告 为列国祷告 为什么祷告 根本一下子 为教会祷告时间很少 真的 你会发现 你要为很多的事情 为神国的 神的国度的一些事情 祷告的时候 你在自己的事情上的东西 就很少 你大概只祷告教会的一些事情 你甚至连自己的事情 要祷告都很少 因为你的眼光被打开来了 所以我鼓励你 可以的话 如果你还很难 在你家庭里面建立祭坛的时候 来到教会一同来祷告 至少与神警醒骗士 同样的 我也鼓励你 可能的话 尽可能的在你的家庭里面 找一个固定的时间 不一定早上 你找你安静的时刻 或者你不叫 不会被干扰的时刻 敬拜你的神 敬拜神 欢迎神来设立 设立他的宝座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职场 而你这样做 你正在得到那个地 你也正在转化那个空间 转化那个地方 你很难想象 亚伯拉罕自己在一生当中 最后他只看见 他连自己的儿子 都要陷在那个祭坛上 有没有 他连那个儿子 他最爱的 神给他的印度 他都愿意陷到那个祭坛上去 而这个过程当中 以撒也学习到了 所以他将来也不断地阻坛 而光光靠这三个 列祖的信仰 就奠定了整个 以色列的这个信仰的一个 根基或者一个架构 亚伯拉罕 以撒亚哥 一直到信约 他们还是这样子讲 对吧 可是他也是成为我们个人的神 所以 我们真的求神在当中 让我们能够越来越 同心地来建立祭坛 一起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家庭 在你各个地方 让神更大能地工作 其实你自己的生命 会最先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谢谢你 在你的圣经的当中 其实你早已记载 这样子一个奇妙的方式 主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进到新约的时候 主 我们这个人就是祭司 我们也是活祭 主 我们可以在当中 献上我们自己的时间 献上我们自己的这些生命 我们可以在当中来敬拜你 我们可以在当中 吸引神你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要打开一个圣洁的门户 是神你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工作 通过我们欢迎你 邀请你 你来介入我们的家庭 介入我的工作 介入我的身体 我的物质 我各方面 主 我们真的是祷告 我们也要祷告 通过这样的祭坛 你来祝福我们的后代 主 我们真的不愿意 我们愿意看见这个恩福 只临到我们自己 我们愿意看见的是 我们的后世 我们这块土地上面 能够得着神你 不同的祝福 你的大能 介入到这块土地上 所以我们也要为这块土地 来祷告 知道我们这块土地 也是一个得罪神你的地方 求你真的来怜悯 所以我们愿意看见 有更多的带导者 就像约伯一样 为他的儿子献祭 祷告的时候 主 你就垂听 你就顾念 所以我们相信 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 当有这些祭坛被兴起的时候 神你就顾念这些祭坛 神你就在这当中 通过这些光明的祭坛 来驱逐黑暗的权势 所以我们真的在你面前祷告 让我们的生命里头 可以有更多的尾声 在这样子的策略的里面 让我们不论在职场 在家庭 乃至在教会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不断地来 到神你的面前 呼求神你介入 并且你来完成你的救赎 是你的工作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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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